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来宾 大家好 我叫Kevin 我想我们趋势科技 大家都知道我们做防毒的 那各位知道我们趋势做资安吗 资讯安全吗 知道吗 知道 太好了 很多人还以为我们停留在趋势做防毒 其实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 开始转型做资讯安全 那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去分别 所谓的资安跟防毒差在哪 防毒你可以想象的我们可能面对的是城市 二一城市 但是做资安面对的是骇客 那完全的思考是完全的不一样 所以当我们在2009年开始做资安的时候 我们当时在整个业绩的规划上 策略的规划上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会称制造业是资安的沙漠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只要碰到制造产业的 就是不太会花钱的 为什么 因为对他来讲 资讯安全我只要做到我的工厂营运OK 然后做到我的营运不会中断 那基本上 骇客会不会进来偷我的东西 根本不重要 所以当时我们在做资安的时候 大部分的客户都是政府先开始 再过来金融 从之前 刚才总编有讲说 之前不管是ATM的事情 SWIFT的事情 金融也开始投入大量的资源 在做资讯的安全 在妨害资安这一块 但是很可惜的是 我们一直去跟制造业沟通 你会被骇客工 结果我收到大部分都说 还好吧 我们也都代工的 我们也没有什么权利 什么专利权 资料被偷就偷了 有什么关系 对他来讲 骇客供给好像跟他无关 但是在这两年 从去年开始到今年 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改变 资讯安全在制造业 掀起了一个非常轰动的一个潮流 那我想今天就来跟各位分享 在这两年过程当中 趋势到底跟制造业 我们有了什么样的互动 我们在这过程中 看到了一些辛酸史 想在今天各位做一个分享 那我想第一个部分是 在所谓的资讯 整个进化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想这个东西 就不需要跟各位讲太多 不管是你的商业的model 你的产品 你的supply chain 你的operation 你碰到这种 所谓的资讯转型的时候 很重要的是 你会有新的business model 你会有一些创新 改变破坏性的一些产品会出现 你会有一些更平顺的 一些supply chain 更好的还有就是所谓的 更有效率的operation 这一切其实说到后来 这些东西都会产生资安的问题 为什么 原因是因为 原来在制造产业里面 工厂端 OT端 大概是isolation为主 我们上次碰到一个客户 然后上面再讲讲讲讲 结果他们就说 为什么 那个制造业就问一下 他们说 为什么以前我们都没有这些资讯安全 他说很简单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封闭的 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到了数位转型的时代了 不好意思 你要有更多对外的连结 当我们提到 s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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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跟IT 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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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Machine 你这些东西 其实讲的都是进行的smart的一个改变 所以很大的问题在于什么 很大的问题就是IT跟OT间 产生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文化的冲击 我们称之为文化的冲击在于是 我们会发现我们在跟这些客户 在做沟通的过程中 发现整个IT跟OT的整个资讯环境 你们的文化是完全不一样 而且他们背后的Mission 也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这两年中 学习到非常非常多的事件 那一开始我先跟各位分享一些 发生在制造产业里面 独有的一些问题 这件问题就如同我刚才讲的 早期我们在跟客户沟通说 你会 你也知道我们 就是做治安的 最不会是什么 最会是什么 恐吓嘛 恐吓 我告诉你 有这个威胁 但是我觉得台湾人有一个好处 就是不见棺材不流泪 就是我没发生的都当没有 你跟我讲别人发生的 对不起 不关我的事 但是很可惜的是 台湾现在发生的事情 都在各位周围都发生了 而且都在所谓的制造产业发生了 那这些事情其实对他们来讲 是极大极大的challenge 那一开始我今天分成两大类的供给 跟各位做个分享 第一大类 won 我想就是这种所谓的网路的攻击 我相信可能这样的东西 大家多多少少都有面临到 这种就是针对你的系统里面的漏洞 做自动化的攻击 那早期这些攻击 了不起装装防毒 装装什么东西就OK了 但是在之前有所谓的wanna cry 就是把那个加密的档案 以前加密是你要上网收E-mail 他才会特定把你的电脑给加密起来 这样的攻击非常非常流行 但是现在把wanna 这种所谓的网路型 会自动打往的杯子到处打 又跟加密的东西绑在一起了 不好意思 无孔不入 所以刚才从那边讲前面那个产业 但我们不能讲是哪一家产业 大家都知道 就是因为真的是一台机台 大家常常问趋势 到底它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只会告诉你 基本上他们的老板总裁 在记者会讲是都是真的 就是一台新的机台摆进去 发生问题以后全面瘫痪 那我这边举的例子 当然我们不太方便举台湾的例子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包含日本的Honda 日本的Nissan和Reno 这些东西都曾经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 都因为wanna cry这只城市 导致他们的工厂停摆造成非常非常大的损失 像Honda这边有一千个机台不能营运 这边也一样非常非常多台 所以现在这两个公司 对于wanna cry是非常非常地小心跟在意的 第二个部分wanna cry的case 不是只有在生产产业里面特有的 包含一些product line 包含一些铁路的系统 包含一些H&I的系统 这是比较工厂里面的 包含一些ATM 都曾经发生过类似的问题 就是一旦发生了wanna cry 进去了以后造成全面的瘫痪 接下来我这边是跟各位分享的是 一个所谓的营运行业 全球一个很大很大的 有很多的港口 它在做机械手臂在吊货柜的 也因为wanna cry損失了非常非常多的钱 各位看到三百米的三百 这应该是几亿 三亿美金吗 三亿美金的损失造成非常大 几天之内所有的营运全部中断 这也是波音的一个 Ransomware的一个案件 前面讲的是一个scenario 也就是这一次我们 台湾最大的制造业的龙头发生的事情 Ransomware 基本上国外会发生 台湾也会发生 所以这件事情是制造业现在最头痛最痛的问题 第二个我跟各位分享的一个scenario 我刚才前面讲的是Ransom跟Wong 就是那种网路型的病毒 混合在一起的一种攻击 我现在跟各位分享的问题 是从去年开始 一个非常非常流行的案件 为什么 因为早期我们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 我们就说骇客会打你们 骇客会打你们 但是为什么骇客要比如说他打政府 可能是因为政治的目的 我要偷很多资料 讲出来资料偷走了 你可能没有感觉 我讲个笑话 曾经最爱讲一个笑话 就是一个学校的校长说 我们的校务系统 学生资料被骇客偷走了 诶 资讯人员 怎么搞的 我们的资料被偷走了 资讯人员讲 报告 报告校长 没有 资料都还在database里面 哪有被偷走 校长说那好 那好 什么意思 资料偷走其实你不见得有感 对制造业一样嘛 偷走了又怎么样 反正我又代工而已 还好 台湾很多代工了 但是我觉得最可怕的是 在这两年 骇客们找到了一个盈利的方式 什么叫盈利的方式 就是我这边题目写的 叫做Tarkey Rensen 什么意思 各位知道APT吗 APT这两年最红的是什么 就是骇客要偷你的资料 然后想尽各种办法 用正常的管道寄Email 让你去浏览的网站 然后进去 然后在里面 用网路方铃到处去扩散 想办法去供你 达到特殊的目的 以前骇客的确投资料 对制造业来讲 投资料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他们现在找到一个 新的business model 而且非常非常好赚的business model 是什么 就是他想办法把你的电脑弄挂 然后给你要钱 你不给 对不起 你公司没有办法营运 你要不要给 不好意思 我要给 这是这两年我们发现非常非常多 包含医院也一样 挂号系统什么系统 那个医院是没有办法再开始营运了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多 那这怎么做的 第一个部分大家都知道 APT的攻击很简单 第一个 他想办法可能 你在对外有一些公开的网站 他去打那个网站 你们的漏洞 想办法钻到你内部来 或者他寄社交工程信件 把一些未知的恶意城市 寄到你的公司内部来 那进到内部来了以后 他会回头去告诉駭客 我的后面城市已经进到内部了 你要不要透过里面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他在第三个步骤的时候 基本上他会去remote去摸摸看 各地方可以找到什么电脑的帐号 或者最重要尝到最什么 打你的AD AD主机最常打 因为当你取得AD的主机的帐号以后 他要去哪一个server 用正常的身份都可以 接下来他取得他的credential以后 他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偷他要的资料 接下来最后一个部分什么 他把你整个server放里面的电脑 全部加密起来 各位很多人都说 因为我们要因应ransomware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所谓的备份的工作 的动作 OK 大部分客户说 我有备告 没关系 我加密了 我再把它倒回去就好了 不好意思 駭客知道你倒回去了 又把你加密了 又把你再加密一次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掌握你内部所有的状况 你的电脑的帐号 因为你的credential已经掉了 所以这是一个重复不断发生的事情 这样的事情目前在台湾 发生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但是我们去跟很多客户讲说 客户其实是不相信的 我举个例子 这例子好不好 我就讲一个客户 我们去跟那个客户讲说 你们最近跟你们同产业的客户 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这里 隔一个礼拜它就发生了 那这个客户的关系企业 应该也在现场 有类似的状况发生了 那大家跟各位分享 目前在市场上 我们看到有这两大类型 对制造业的最大的威胁 一个就是这种Warn加密的 这种自动攻打的病毒的攻击 第二个就是駭客已经知道 对这种圣灾产业 我偷你的资料 你是没有感觉的 我唯有把你的server整个加密起來 让你没有办法盈喻 你才会付钱 这种攻击手法在台湾越来越多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从去年到今年 不管每个事情 我们去跟客户去做沟通 他们会告诉我们说 我们需要做一些资安的规划 那接下来我跟各位分享就是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了制造业特有的一些 文化的属性 然后造成在整个资安的规划 因为各位都是资安长资讯长 也有可能你们在整个资安的规划 跟策略的制定上的时候 也会面临的一些问题 那这可以提供大家做一个分享 做一些参考 我们看到的一些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缺乏能力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发现 很多制造产业的时候 当OT跟IT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IT可能原来的一些资安的计划部署 OT基本上没有什么资安的概念 所以当发生问题 或者我们要去做一些资安部署的时候 很可怕的是什么 很可怕的是 IT的人并不懂得 OT里面的环境是什么 反过来 OT里面的人并不晓得 IT里面资安的概念是什么 要怎么做 所以就产生了一个极大的不平衡 也就是这个两边 其实缺乏了很大互动的能力 当然有些公司也许 那个OT的资安是IT负责 但是很多OT的operation IT不见得懂 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很大的瓶颈 在做资安规划的时候 因为两边都各缺乏了互相之间的认知 所以产生了一些问题 第二个部分叫No visibility 这是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什么 我们这一次去帮客户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以前可能各位都很清楚 但对我们这些资安场上 我们真的不了解 我不晓得一个机台里面 大概有十个系统 我不知道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一台机台里面 大概有十到二十个电脑在里面 你可以把它这样想 它有十个到二十个电脑 我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我告诉你 很多电脑要做隔绝的时候 我告诉你哪些东西 可能要暂时先关闭 我不能关 为什么 我在里面有十个系统 每个系统要干什么 我不知道 所以我不知道 我关了哪个系统以后 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根本不晓得 因为这机台从厂商拿过来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了 里面到底做什么的 我不知道 所以第一个 No visibility 什么意思 就是我对于我的机台 跟我的工厂环境里面 哪些系统的运作 跟整个执行环境 我不是那么的清楚 所以更遑论 我要做一些应变的时候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定定后续处理问题的时候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这是第一个No visibility 第二个No visibility 是因为它没有所谓 中央控管的一些资安的机制 所以导致它发生问题的时候 我要知道 总有一些log给我参考 我想要知道 我的问题发生在哪里 对不起没有 因为没有任何资安产品在里面 所以相对的No visibility 第一个是我不能掌握 我环境 我该怎么处理 第二个部分是 因为我没有资安产品的一些log 侦测记录 所以我不晓得 我的受害范围有多大 我唯一能知道的 就是我电脑不能动而已 这是第二个No visibility 第三个就是不清楚的Responsibility 这是一个好玩的 我不知道各位的公司 有没有这个问题 我们在看很多公司 都有这个问题就是 OT基本上跟IT 两个常常有时候会是一个 我不敢讲说对立 但是在资安的角度上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对立的角色 所以当发生问题的时候 到底是OT的环境没有做好 还是IT当时的资安的构想 没有想得够完整 所以这中间就没有很清楚的 所谓的责任 所以很多 因为相对的这里面的变化很多 所以很常在不要说究责 光是我后续要做规划的时候 中间就产生了一个 责任的归属的问题 这中间就是一个很大的文化的 我们那时候听到一个故事 就蛮好笑的 他就说 以前我们没有发生事情的时候 发生资安事件叫做50 50 就是OT的人要负责50的责任 然后IT要负责50 但他说我们发生问题了之后 内附一个规划后 然后在一阵不要说斗争 一阵沟通角力之后 就发现IT要负100%的责任 结果OT怎么做 以前开车撞到人 可能你要负责 我要车厂要负责 驾驶要负责 不好意思现在撞到后 就是车厂要负责 那我开车 我开玩笑我就随便开了 冲啊 那这时候资安压力就很大了 IT的资安率很大了 这就是一个文化的冲击 这是我刚才讲的第三个部分 第四个部分 当然也是它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就是Lexy的问题 很多机台老旧 动辄要用十年 二十年 五年 十年 才能回本 里面有非常多老机器老旧的问题 所以导致它根本没办法更新 也装不上资安的产品 我想这是一个 现在看起来很严重的问题 最后一个部分 可能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是什么 OT的principle 我的主轴是什么 productivity 我要的就是要生产快速 生产要流顺 要便利 但是IT的角色 要做资安 但是各位知道便利跟资安 永远是在天平的两端 你要很方便 你要很快速 资安就要牺牲 你要资安无限放大 对不起 方便 快速便利 就要被牺牲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怎么在productivity 跟绝对的安全中 取得一个正常的平衡 其实是现在在 制造产业里面 一个很大的变动 我再举个例子来讲 很多资安的人员 告OT说 你必须要做一些 区隔化的东西 你必须要做一些 资安的设想 以前OT就说 你懂什么 我这个制造业 我的生产是最大的 你这会影响我的生产 你担得起吗 就一句话 你这个会导致我的生产 也会拖累 你担得起吗 对不起 IT就鼻子摸一摸 对 你最大 但是发生问题了以后 IT要负责 但是IT讲话 OT的又不见得听 所以通常趋势就变成一个 不要讲公盛的第三方 常常要去讲一些 IT以前都讲过的话 你应该要怎么做 都讲过 但他说 你们讲的比我们讲的 有用100倍 所以我们现在很常要 去帮人家证言 去证明说 当时IT的规划是对的 这是一个 跟各位做的一个分享 再过来一个部分是 跟各位讲的 我们在这边的资安也是一样 在制造业的资安都一样 三个环节都要顾虑到 各位资讯长 资安长 在整个贵资安的时候 千万千万不要把资安想得太简单 资安大概分成三个层面 人 程序 技术 很多人以为 我把技术做好就好了 很多人 包含各个地方 我买了什么产品 我已经做了什么事情 应该就OK了吧 错 第二部分 人 很重要的是 你的人 有没有这样的 有没有这样的 knowledge 有没有这个awareness 很重要 第二部分 你有没有好的process 所以在最近发生的问题过程当中 这三件事情 其实制造业都发生了 人员能力缺乏 技术跟不上 最重要的process 管理 policy 松散 就举于我刚才讲的案件 一个机台 原来是有很好的process检验 结果就因为一个疏忽 process没做好 但是终究人总是会出事 所以相对的 怎么样搭配人 process跟technology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都要在资安 不管在哪个产业里面 都必须做到的 那最后一个部分 当然跟各位分享说 从趋势的角度 这一阵子 我们在跟客户沟通的过程中 应该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在资安上可以有所规划 这个我直接秀出来 很简单的 第一个部分 在对工厂来讲 资套产业里面讲 你要考量的资安有两点 第一点 我怎么样让你的工厂安全 我怎么样让你的环境安全 这个很重要 这个要定定一系列的策略 当然第二个部分 我怎么样让你制造出来的东西安全 这其实都是一个 现代制造业 产生在资安上必须考量的问题 那我今天比较focus在 让它怎么让你的环境安全上 第一个部分 这是我们一个overall 就是我们一般在看 当然不见得每个都一样 但是这个比较大方向的 让跟各位分享 那我们把它分成不同的zone 第一个在第一个制造手背的field 第二个有很多PLC的 control的一些东西 再过来很多所谓的基台的监控管理的环境 再过来这外面是IT的部分 在所谓的数位转型过程当中 这中间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互动 甚至很多人跟我们讲 我们的ERP 直接收了单以后 直接可以透过后面 直接备料 直接机器手背 一系列的全部都是自动化 smart 但相对的就是开放 那我们怎么去做资安的规划呢 第一个我们把它分成不同zone 然后很重要的是说zone 一定要去 你必须要去规划你的所谓的security priority 现在在你们各位最大在做资安最重要 最重要的地方 第一个面对我可能面对的威胁 先评估我可能面对威胁 第二个部分针对这样的威胁 我要设计出我的所谓的优先顺序 我应该做什么事情 应该有些优先顺序 那我这边跟各位分享 我们趋势看到的一些事情 第一个部分是 我们希望做到的是 我们在 我们会比较希望做到这一块 那当然传统在前面这一块 应该有很多很多厂商 已经在做这方面的一些东西 但是这个都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部分 那我们会针对于 现阶段我们看到 在数位转移下工厂跟IT中间 它的互动的这个环节 我们会建议会这边做一些事情 那第一个部分是 我们针对于zone S跟M这一块 也就是在control跟management 跟monitor这一块 我们能够做几件事情 也是我们其实现在客户 正在implement的一些产品 第一个部分 wide listing 白名单的机制 因为在制造产业里面 它的变动性很小 所以我为了 不管是骇客攻击 不管是病毒攻击 我都希望能够有wide listing的概念 能够让它的环境单纯 我不要的东西 绝对不让它制作起来 第二个部分是virtual patch 也就是说我很多电脑 我不能上page 我怕它的application受到影响 我能不能针对特定的所谓的volatility 我能够有遮蔽的动作 可以做这个 再过来是我们能不能够 针对里面一些行为能够侦测 第四个部分是 第五个部分是 其实都是做所谓的segment 我在里面不同的机台间 我是不是用一些机制 去把它做一些区隔 其实上次发生问题 也就是这个区隔的环境出了问题 所以导致会火烧连环船 一次全部烧光光 那这是我们现在看到 在整个Zone S跟M这块里面 我们现在跟客户大部分 客户在寻找的产品 来做这些事情 再过来这种IT的部分 I的部分 其实这就是传统资安的部分 就是传统IT的环境 这里面可能我不需要 跟各位多做介绍 包含IDS、Firewall、身份认证、VPN 这些可能大家都知道 UrFilter 这些都是很传统的资安产品 包含一些我刚刚讲的 比较不一样的 就是所谓APT Decision 很多制造业 比较少这种 骇客攻击的一些设计 就我刚前面讲的 骇客攻进来 把你电脑做一些加密 该怎么做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些APT 这是个比较新的一些想法 再过来一个部分 是在不同的Zone裡面 你必须要做好segmentation 这包含了一些IPS、Firewall 甚至我们有一些USB 怎么做 就是用USB去传送档案 或者是说单台电脑去做防毒 这一块是我们跟各位看到说 目前来讲 我们的客户可能会需要这样的东西 但是我必须很诚实的讲 制造业有制造业特殊的环境 这些可能市面上都有类型的产品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产品 全都符合制造业的环境 因为你们的环境使然 比如说Wire Listing 我不能吃太大的Memory 我不能吃太大的Resource 我要怎么做是最好的 这很多东西都必须要帮制造业做客制化 所以刚才有人问我 趋势最近赚很多钱 我说没有赚很多钱 辛苦钱 因为我很多东西要改 我的RD忙翻了 因为为了特殊的需求 我要做非常非常大的更动 非常大的研发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 在经历当中的一些问题 那我想这个是我今天 跟各位做的一些分享 那如果各位有什么样的意见 建议或者是疑问 后续可以跟我做一些讨论 谢谢各位 板工费 那你怎么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